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5月16日 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台阳,还有澳洲的镇边市 你好,大家好,才是珍迪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正向谱和晒冷气 继续装大纵纳,木石力量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 原来西方对中国施打疫苗的覆盖率 真是很有信心的 其实我也是有信心的 投资银行瑞银昨天发了个报告 他们说最近几个星期 中国的19疫苗接种数量急增 如果以目前的平均速度来说 每天就是0.64% 如果根据这个速度计算 就很快赶上美国的0.65% 欧盟就是0.67% 如果中国保持这个势头 中国最终将有87%的人口接种疫苗 为什么不是100%呢? 因为有些人是不适合打的 是,没错 有些人身体不适合打的 老头社 就这么说,他说 目前不知道 中国的疫苗 供应数量 和出口数量 以前你又说人家不搞 你现在又说不知道 撑你 但是老头社都相信 中国疫苗生产总量可能会达到58亿剂 这个数量对于中国本身的人口来说 已经有了 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疫苗 亦准备大量购买 其实现在中国大概会输出10亿剂 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你可以向习主席 那些吧 投下吧,应该很快就有了 其实报告就说 这个星期 就是由5月10日到14日 其实 瑞银是追踪了疫苗接种计划的全球41个经济体 有33个经济体的接种速度加快了 从最近7天的移动平均接种率推算 截止到2021年年底 全球将有56%的人完成接种 发达国家在2021年 就有望92%的人口接种成功 新兴市场国家将会有47%的人口完成接种 报告就预计近期 这个最糟糕的印度 可能在6月中就有改善 因为这个接种率可能会提高 巴西就一样了 因为巴西情况反而有所放缓 相信是因为它不够这个材料 去整疫苗有关的 我想再补充一下 刚才一开始就说到了 中国的平均接种速度是0.64% 而美国就每天0.65% 但是这个有很大的分别 事实上美国人口也比中国少很多 美国有0.65%就正常跑步 已经很多 中国是绑着一个圆球的跑步 已经快要追到美国了 所以是很不同的 是啊 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了 它公布了5月13日数据 就是我手头上有的 就是5月13日 中国大陆累计报告 19疫苗接种 就已经是大概是三亿 六千七百万劑了 那么 较5月12日 是增加一日之内 就增加 一千二百六十四万劑 多厉害啊 一日是 可以多一千多万人 接种了 那么单日 疫苗接种量 就创了单日的新高 这个是第一则新闻 另一则新闻 就是 也是来自内地的 内地警方 近日 就 揭露 一个骗案 这个骗案 涉及7亿 人民币 是这样的 这件事就是 据某间 应该是开名也不怕 是 茶芝兰负责人 王某某 因为是在内地网站有的 我就说出来 不怕了 据这个茶芝兰负责人 王某某 公述 他在 2020年 尾 在人民广场的某商业街 就开设 一家奶茶店 原来 他就长期 就请一些演员 做会 就充斥场面 制造一些虚假的 流水 就是 哇 这家网红店 他打卡 排到爆了 之后 就将这家店 制造成虚假的网红品牌 再对外招商 报道就说 出现 就是 这帮 做戏排队 的人呢 令到很多人 都 继续想去做 因为 很多人知道 确实是 妹来的 那这帮演员 每日 每人 sorry 是每人 就可以领导 四十到八十 人民币不等的工资 很少的 大佬 就是 继续 开队的费用 是 那 招商 顾问 更加 将品牌吹到天花浓醉 那 这家公司的招商顾问 就跟你说 如果 你在人民幣场 这家店铺一天的营业价 就有 一万到一万五人民币 其他店铺 营业价 都是低于一万元的人民币 看看我们 那 是 真的有效 有效 那 王茂茂 就是这么说 他说 我们其实是没有靠 经营去赚钱的 主要靠 买个加盟权出去的 就是靠 买盘生 买个加盟权 收加盟费才能赚到钱的 其实他不是靠实力的 是靠这些炒作的 让人们觉得他 老实说 其实不止内地的 有很多品牌 西人也有的 就好像那个什么 朱古力品牌 据文他也是 都是炒作的 其实又买到这么贵 台湾有没有吃过那个 什么 高什么 那个牌子的 那些朱古力或者其他产品 应该也有的 你觉得 带什么 带什么 哦 高什么带 不是高到带 很贵的 试过一次我就怕 是 又不太特别 因为我们 普利斯本有的店 其实我觉得 因为澳柳有很多牛奶 那些朱古力 很多是 小店自家製的 那些朱古力都很好吃 其实我觉得 真的很普通了 根本不需要 吃这些连锁 一般小店 你起码有自己的特色 还有自己的不同的做法 嗯 你这种连锁 一般 就一条方就 卖到全世界 卖到全国家都是 吃下去 你去另一个城市 去回这间 吃的东西又是同一个味道 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觉得 是吧 全世界 不止是全 不止是全国家 那其实呢 说回这位王某某 就是靠这样的方法去做生意 就是去年12月 到今年3月 就已经有几百名 有兴趣的人士 就加盟了 而且 也都缴纳了 茶芝兰的所谓加盟费 但是呢 等待他们的往往就是 生意失败收场 就好像 市民也是姓黄的 黄先生 就去年5月 在网上看到一则这样的新闻说 哇 某知名品牌的 奶茶店 招商加盟的广告费 招商加盟的广告 他就与 客服联系 打算喝谈 哎呀 终于可以做老板 满心欢喜 因为他吹得很大 赚那么多钱 这么容易就赚到钱 客服 居然 就说 我们这个品牌的奶茶店 加盟名额 满了 很搞笑 向他推荐 这家茶芝兰 他看了一家 那家的 客服叫他去茶芝兰看 很可怕 茶芝兰后来也邀请了他去他们的公司 实地考察 公司的 招商经理张某 也向市民王某承诺 等他加盟之后 公司会统一安排 选择 筹建的 以及 一些 配发生产设备 供应产品原料 并且供应 培训指导 技术 技术支持 营运管理 并且广告宣传 等等 全方面的配套服务 好 你可以 很轻松就赚到大千 你听到这些 王先生 那位市民 跟公司 这家公司 签订了合同 是吧 亦支付了10万元 人民币的加盟费 但是 最后 公司没有兑现承诺 连刚才那位 招商经理 张经理 也失联 黄先生的店铺 由于 生意惨胆 开了三个月 就面临 这个倒闭 之后黄先生就向公司 讨说法 就是 喂 什么事 搞成这样 公司就说 喂 是你自己 不懂做生意 还贵人 这样 去年12月 其实警方已经注意到 大量的奶茶店 加盟 商户 出现了 异常倒闭的现象 就是 什么 之后又执 没理由 两三个月 执一家 两三个月 执一家 这么惨 就认为 有人涉嫌 经济犯罪 所以介入调查 最终 亦都在 今年的 3月23号 就将 嫌疑犯 金某 黄某 他们 是头面人物 被定性为 诈骗集团 这个集团 被警方一网打尽 经查证之后 金某黄某 成立了 餐饮公司 之后 就在未经 权利公司授权许可的 情况之下 搭建了 多个虚假知名品牌的 招商 加盟网络 网络 并设计了网站和APP 并且收购 或者 注册了 花点点 茶芝兰等等的五十几个奶茶品牌 说了多少 之后通过 宣传 网络推销加盟 无疑获益 一些说得 鬼死那么大 而且 还製造了多个品牌的授权文书 我总要明白为什么 那个人说那个品牌已经满厄 叫他推荐去第二家 原来 他扮认别人的 知名品牌 之后 知名品牌 已经 满厄了 不如你去我那家 不如去第二家 叫茶芝兰 据统计 全国 共计就有几千名加盟商受害 这些加盟商 交纳了费用之后 团货 就通过 拖延 的方法 拖延 有什么呢 就是 门店选址时间 要很久 以及其他等等的方法 消极地履行合同 就是 你明天要到货 一个月之后才到货 要帮他买货 大量加盟店最终 经营惨淡 关门大家 一些加盟店 每个月 收入 只有几千银 值得一提的是 据上海市公安局 竞争总队 四支队文警 宋仪欽 透露 就说 这些 所谓 联团火提供的 奶茶 都是假的 他就说 他们加盟商 试饮的奶茶 其实 是从知名品牌 购买的 外购买的奶茶 他们喝了之后 就把自己的假东西 放入 真东西的磕 那里 那个杯子 哎呀 原来是这样 消息 这是第2则新闻 第3则新闻 就说了一个 现在霉堵堵的所谓的艺人 我没叫他名声 就是黄秋生 霉星 是 大家知道我们有节目 几节节目都说过 现在台湾民众 要面对疫情 香港艺人 黄秋生 去年为了工作 就去台湾 居留了几个月 近期 再到 其实都不是很近期 都去了很久 再到回到台湾 就惨于疫情 他 就通过面书 Facebook 就 讲了几点 而且 拜托大家一起要遵守 更加有信心 很有信心地说 一个月之内 台湾一定可以控制到全部疫情 立即 就立即 就得到一些 绿营人士不断帮他推这个post 推这个贴文 黄秋生 其实就刚刚完成了 旁边的 他这么说 哦 我以为他移民 原来他想着两头走 没想到 刚刚遇到十九大爆发 大台北地区 更加进入了三级防疫 但是 他昨天 在面书里说 认为台湾人民 上下一心对抗疫情 是 有机会 控制好疫情的 他列出了四个重点 就是尽量 不外出 不自私 不恐慌 物资充足 尽量自我隔离 这样说 也对 他这样说 对 是 黄秋生在发文半个小时左右 就已经 已经有上万名网友 推爆了他这个post 不断分享 更加不少人感谢他真心爱台湾 其实呢 你不搞那么多政治 香港人都很爱你的 没所谓的 是不是 真的 其实 你是演员做好演员该做的事 拍好一些戏 做这些事情就够了 其他事情 就应该是少 之前他说的说话 令到很多 香港人感到很伤心 当然台湾的网民 就说 感谢黄秋生大哥对台湾的信任 有些人就这么说 台湾加油 沉住气应战 是 两个星期之后一定搞定 一起加油 我都希望这样 但是呢 希望啦 这样说的话 会不会很容易放松呢 他说 他说有信心一个月搞得行 如果来自 专家这么说呢 我就相信的 不过 一位藝人这么说呢 我就有一点怀疑了 我都是 大家最好听 专业的东西 听回专家的意见 会稳妥一点 不过他所说的 四大重点 那么呢 不外出 不恐慌 不自私 自我隔离 这些都是对的 正面的东西 正面的东西 叫做说一些正面的东西 这次他 好 说完黄秋生 另外呢 我们也都是 说台湾 另外一则新闻 也都是 说台湾的 同一家庭成员 因为在母亲节 这个聚会 所以是 互相感染的 那其实 起源于 就是一位58岁的 父亲 和55岁的母亲 就接受了 这个社交媒体 就订水果了 6号的时候 他们就到 这个重灾区 晚麻区 就是很多阿公店的地方 阿公店 就是很多老人家 去 女士消遣的地方 他们 6号就去了 曼华 就是拿这个水果 7号就回到 张法 9号 就在其他院士 进行家庭聚餐 是其他院士 记住 不是一个地方 32岁的女儿 31岁的儿子 和24岁的 叫做 媳妇 和26岁的 小儿子 全部重灾 最搞笑 他妈妈 和 女儿 你知不知道 他们知道自己有点不妥 不是去看 医师 就是他们叫医师 居然 去挂沙 挂沙 是啊 他们去了隔壁乡下 挂沙 所以帮他挂沙 刀中了一招 哎呀 真是不共 是啊 是啊 所以 张法院卫生局 派出他的局长 叶燕伯 就出来说话 叶燕伯就说 这次一口气就六个人中招 只可以说 19比去年 已经有所不同 这个变异 更加毒的 一向都是 去年 亦有百牌司机 都是家庭聚会 一半人数 中了19 这次 亦是参加罪餐 而且百分之一百中了 罪餐的全部中了 目前 没办法 这对男章化的 夫妇 开着车车去过漫画 幸好 所以他去过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 名单 已经掌握了 幸好 漫画 只是其中一个点 但漫画就是大爆点 这对夫妇 假日才回到彰化 哪里用餐 这个不知道 在哪里用过餐 还不知道 还待调查 目前所知的就是 他们 就在 他们的货车里面 是过夜的 9号 母亲节 追餐之后 母亲和女儿都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就去了刮沙 他 当时不听他父亲说 他父亲说 先去正常诊所 叫母女儿 结果 他们去了刮沙 那是不舒服的 53个 进行这个 检测 不好意思 就是阳性 所以之后 就紧急进行 整个家庭的检测 结果 很不幸地 整个家庭 和这个 帮手刮沙的人 都是中了招 父亲和母亲和 父亲 就住在 同一个乡镇 女儿就住在附近的乡镇 刮沙的人兄 就住在隔离乡镇 另外一个儿子 就住在台中 除了六个人分散出去的 家庭成员 列入接触市追踪之外 其实 这六个人 去了超过20个场所 至少 有百多名的接触者 所以 大家都是要 小心点 有什么事情 即是投云申请 现在最好就去 医师 他们叫医师 即是医生 就不要 就不要刮沙 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 不是没用 我不是 说这些没用 但是 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应该先考虑 是否中了19 在台湾 是吗 那说到19 现在最后一则新闻 这个还好笑 听到你都 你都 吓死人 不是说笑 这个19消息 就是来自印度的 大家知道 早前 就是 2021年 印度地方选举 有位仁兄 就这么说的 这位仁兄是什么 就是印度 前地方首长 特拉瓦特 他就是来自 北 亚肯德邦的 前地方首长 就叫做 特拉瓦特 他接受 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言论十分出格 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 19病毒 他们也有生存权的 那么瘋子 乃至你落选 因为这个人其实是落选的 为什么叫前地方首 因为他落选了 叫他种下了 在他身上 体现 19病毒 在他身上的生存权 叫他乃两下 不要医 人民之福 他落选真是人民之福 说句老实话 当然 这一番 出格的言论 一讲全之后 就惹来了大量的批评 一些政党领袖就跳出来 大加这个撻伐 批评他 这个人是不是目的手下 目的手下 没有说 没有说 都是很多这些傻人 是 其实 这位仁兄 被人批评他什么 麻木不仁 极之愚蠢 这真的很愚蠢 傻子 真是 傻子 你说在其他国家说就算了 喂 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 在印度全世界最大事的国家 现在不是指一是最大 真的 所以呢 我只可以这么说 现在你看到 一个国家这么败坏 即是抗疫 这么失败 不是没有原因 就是有这些傻子 傻子 是吧 傻子 网民 还好笑 在Twitter上 你既然说他有生命 有生存权 他应该有自己身份证偏好 还好笑 有人说 不如你给他一本 抗疫 要是给他签证 让他全球通行 好吗 还是将他关入监狱 这个 特拉雅 特就说 如果 从哲学方面来看 他们的确是一种生物 你领养他 很孤单 这种生物 现在用你的身体领养他 对呀 对呀 他就说 他应该好像人一样 可以生活 亦有权生活 亦有权生存 对呀 你养他 所以 其他人养不起呀 你这么大 对呀 我们养不起呀 养不起呀 养不起呀 我们 普通人 那不在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那他就孤苦伶仃 没了主人的 正如没了主人的 狗狗一样 很惨的嘛 对不对 那你领养他 一定可以 我刚刚查证了 不好意思 原来他真的是莫敌党有利 那 傻人 就硬了 练瑜伽 啊 整个 牛扑瑜伽 物以类罪呀 傻人都聚在一个党里 就是来自莫敌的印度人民党 BJP 所以 果然是好兄弟 有这样的兄弟 其实呢 他还说 他有生存权 他只不过 是人类自视过高 觉得比其他生物 更有 智慧 才 要追他扼杀 那他就说 你这么可怜他 你这么可怜他 这么大哀 那他就说 那他就说 人类 其实 企图消灭他 是不对的 不对 傻子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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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类要灾灭他 他才要逃避 所以 他就持续变种 对 你为了你的大哀 应该要修容他 说这么多 这样的说话 干什么 我都说 做 Be a man 他说的时候很认真的 看他的样子都是 对 他真的认真的 他真的认真的 他不是说笑 他自己说 你别当我傻 其实我就是当你傻 他就补充 他说 人类为了确保自己安全 那他后来就继续叩一叩 要战胜他的 感觉 真的有些傻子 你真的觉得这个国家 对 真的没够 浪费 好了 那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